PARTY TWITS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來PARTY TWITS 由於場地的受限,所以我今天只能從這個角度來講話 今天這幾分我們要來做What's in my golf bag 我們的高爾夫球袋裡面有什麼東西 除了球桿以外,當然打球還有許多必備的裝備對不對 對對對,比如說Nuts bar,PARTY bar 超樓啊,或者是上禮大風景拿出來的雨啊 球啊,很多球是什麼東西 難怪覺得球在這麼重 Anyways,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打高爾夫球非常非常貴 所以呢,我們其實也沒有算過我們這套球桿到底要多少錢 但我們覺得其實跟一支iPhone價錢相比的話 高爾夫球桿也沒有不對 我們今天就要來把我們整袋球局的總價加總 在大家的面前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做完這個影片不要被大家抨擊說我們在懸負 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在懸負這樣 今天是小孩,覺得不是 沒錯,沒錯 我們這球劇呢,我們絕對沒有什麼兩三年換球桿的 我們都是找一套非常適合自己的球桿 然後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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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的八號天就知道了 對,你看他八號天 因為他是認真練球的 我是以前認真 我們都是以前認真練球 但我們以前到現在都沒有一直換球桿 我們現在要從最大支的就是Driver開始 最大支 對,最大支 Driver大概打多個 我們現在兩百六十五 他謙虛了 可以過一個三十嗎 兩百九 十五 我大概只能打兩百二、兩百三 就是我的極限 M4 我的是XX10的 是在2014、2013年的時候買的 我這次當初買的價錢是十萬二百 沒有那麼貴 那我的呢 是M4 應該是2018年出來的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支桿子 從來以後可能是在兩年以後也不會相換 只有兩年喔 對,兩年就夠久了 然後呢 感生是Bitsubishi Curl Cage 喔欸欸欸 I know that one 所以我們家大概一萬三吧 五估計 對,一萬三 因為其實時間有點久遠 我們其實也不太記得 而且那時候年紀比較少 目前也不會是我 真的 所以我們 現在才感覺到壓力 對,現在才覺得說 哇,原來應該這麼貴 第二支呢 我們要介紹我們的球道木桿 那我的球道木桿是 這支 然後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我這支應該差不多 保守估計應該七八千吧 但也有可能到外 但是我不確定 因為真的太久以前了 然後呢 我有換過的握把 這握把換五百 所以那你就算這支 價錢是 八千 這樣換過握把後 八千 八千 八千我說八千 這是我的三號木 然後三 應該是 然後誠實講是我的球代理最討厭的感覺 然後我每次都喜歡 但這支真的很少用 所以可以這麼幸福 因為它距離太遠根本用不到 沒有,因為打不好 三號木 三號木不行 乾繩是 對 好低了 專業網帥 哈哈 這樣子 對啊 總價大概一萬 再來我們球桿 第三支球桿 因為我最近換了鐵桿 那那支球桿 我已經不需要了 但是它其實也算 就是球劇開銷一部分 那支是一支 蕙琪的桿 就是 介於球洞木桿 跟鐵桿之間的一桿子 然後是 Teilermade RVZ 那支我記得買的時候 是七千一 剛剛呢 我講到我最討厭的桿子 那現在講過 帶整件事我蠻喜歡的一支 二號鐵桿 看一下 是Driving Iron 接木桿 烤鐵桿 烤鐵 那這樣很像 Anyways 然後感繩是 KBS KBS Hybrid 對 OK 非常喜歡鐵桿 這支總駕駛 這支總駕駛 七千五桿 七千五 OK 我們的介於球洞木桿 跟鐵桿之間的桿子 都差不多這樣 接下來這個環節呢 我們要介紹我們的鐵桿 那鐵桿都是一整組的 我自己的鐵桿是 五六七八九 加一支四度的 W 鐵桿的部分呢 我是從四號鐵 應該從PG位置到四號鐵 四五六七八七九 七支 我的是六支 我的鐵桿 因為今年才剛換 我現在換的是 PING的I500 非常喜歡鐵桿 因為它打起來的感覺 很穿透 很穿透 穿透的感覺 紮實感 紮實感 當然前提是你要打得紮實 嗯 Wish really happens 我不是在玩 我不是在玩 我這套乾頭 加原本乾生的價錢 差不多是27,800 因為我這套是換過乾生的 我的乾生是 碳千尾的乾生 它是60克 硬度是S 這一套乾生 一共六支 那換甘生是單支單支換的 一支的價錢差不多是兩千...七 兩千七然後前以六 然後再加上原本兩萬七千八 然後那因為我的握把換比較好 所以一支又加了一百 所以我剛剛再加六百 所以總價是兩萬七千八加上兩千七成六 再加上六百 現在才知道他好好珍惜 選手的乾 他非常認真練球 因為上面有個球盆 對啊剛剛我們說的清點就是這樣 對對對 那我就不要可以看我的 所以我的鐵桿是整組都是Telemade RS i2 鐵桿對 然後甘生是KBS的 價是兩萬五 兩萬五OK 所以他這個才是比較正常的一支鐵桿的價錢 那因為我換過剛才是換過握把 所以整個價錢會到網上可能甚至翻倍 一般球在買球肝的時候 大部分的球肝 不要說我們那種特別貴 比如說PXG那種 或者你去量身訂說 我們就討論那種 對 就是大概就是兩萬五到三萬五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挖騎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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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騎桿他叫什麼 對對對他叫挖騎桿 英文太好了忘了 沒有沒有沒有 挖騎桿就是 我們都是一個人有三支 那我的度數是 48 52跟56 因為我剛剛說我的鐵桿組裡面的W 是44度的 所以我買了一支48 那我的挖騎桿組是 52 56跟60度 從最小號的這個48度開始講 我的48度是 克里夫蘭的RTX4 那這支是我最新買的 那要補齊我的鐵桿W 跟我的挖騎桿之間的距離 這支的桿頭是 桿頭跟原本的桿生是 3200 然後後來我換了一個桿生 因為原本來的桿生太硬太重 那換桿生是1500 再加起來是47 那再來我的52度 也是克里夫蘭的 558RTX 這支我記得是3300 然後也是很久以前買的 最後有我的56度 也是克里夫蘭的 因為我就盡量從中用頭的長牌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特別鍾愛克里夫蘭 可能是我以前有教練過 我是推薦過 然後我現在我就用 然後我又很勤勉持家 所以我沒有一天到我在換三支 我一下子換到什麼 怎麼換的桿生呢 因為這是需求 桿生是需求 我今天不想拿一根鐵棍 拿到手上 所以我必須可以換 可以啊 56度這支呢 差不多是3300 因為克里夫蘭的價值 都差不多在這個range 好 那現在來介紹一下我的Wedge 所以我的Wedge呢 原本都是 Telomei 三支原本都是 Telomei R Series EF Spin Groove 對 但後來呢 56度因為 練球練得太認真 他其實打到石頭 但他 記住太差打到石頭 但他跟我們說要練球太認真 球打太外 要去不蓋去的地方 對 才會打到石頭 像我寧願就拔肝 因為肝子跟那顆球還要中掉 真的嗎 Telomei這樣一支是大概 4800 台幣 4800 對 所以後來56度我就 把它換成 Clinflin的 RTX RTX3 對對對 跟我剛剛那支是一樣 所以我們兩個一樣有56度 只是我的是黑頭的 然後他的是鐵的 對對對 然後我那支也大概是 3300 球代理的最後一支肝子 是 灰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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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桿子 我最喜歡的桿子 我也喜歡的桿子 我以前小時候 超認真打球 然後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有一個 superstition 迷信 對 我比賽前 一定要跟我的推桿睡覺 而且這樣明天 會推的比較好 對 慢慢長大就發現 是不是這個 superstition還沒去 那個魔咒就 這樣好久不見了 哇 哈哈 請問你幾歲都跟你推桿睡覺 沒有 小學吧 那你不會覺得很冷嗎 不會啊 我喜歡我的推桿 對 OMG 就是Golf的浪漫 跟推桿睡覺 我就不懂了 因為其實我從來沒有那麼那麼認真 像Jane一樣在練球的比賽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我的推桿 我的推桿是 Scotty Cameron的 Red Eye 我從 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用了 而且我從來沒有換過 因為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好推 小時候不知道價錢 但是 剛剛Jane跟我說 這支 算不錯啊 蠻好的 對對對 她說Scotty Cameron 台灣藝哥小時候用的 喔 他說現在世界第一的台灣藝哥小時候用的推桿 印象非常深刻 I don't know 這我真的不知道 我記得啦 這支價錢差不多是299.9千台 傻眼 差不多9千台 我的推桿呢 雖然它這個 貼一個鉛片 所以看不到牌子 但是它是Telamade Indigo 2 of Black 我非常喜歡 我剛拿到這支推桿是整支shaft 都是黑色我超級喜歡 By the way 現在太久了就掉起 shaft 叫做乾生 乾生 然後握把也有換過 我現在是用Pink的握把 非常好握 可是這支推桿CP是 我個人覺得超級高 我也覺得超高 差不多4千2千 4千2百塊開啟 對 就幾乎是我那支推桿的一半 但我推桿比它好嗎 並沒有 所以我們認真覺得 就是球具體不太影響 你到底打質感 是技術才會影響 到底打質感 對 所以這就應驗了 我們剛剛說的 你打球不見了 要一直要換球桿 除非你今天非常非常有財務自由 看你要怎麼樣換都可以 看你要怎麼樣換都可以